開台拜拜的時候 團長國修這個人說 我們來演戲的 為什麼你把事情搞好 這個人 當高檔 他就說秋國不要這樣 大家出來玩的 不要那麼嚴肅 我出來演戲的你出來玩的 這個台詞我當時在旁邊笑的快死掉 因為這個話就是那個人會講的 那這齣《尚美雷特》 我覺得真的是台灣之光 沒有一個人在說笑話 但是把你笑到你求饒 他就是要顛倒所有的人 對於舞台的結構的感覺 對喜劇的認識 所以《封平巨男》這個三流劇團 他就設計了這麼一個劇團去演 試圖想演世界各地各個好戲 然後他就是有本事 一本今天震驚的把他搞砸 所以他好笑的點光這裡就很有意思了 我們這些人參與其中都覺得 很好玩的這樣劇本 他把人物關係 他把喜劇的情節 設計得非常的巧妙 我很想演 但好久沒演 然後他裡面有一個台詞很經典 他一直到處在搞男女關係 然後到處在搞一些 這邊直接私相 搞一些私相授受 就在有一個地方 準備要開台拜拜的時候 團長國修這個人說 我們來演戲的 為什麼你把事情搞好 然後 這個 他當導演 剛說的是這個人 當導演 他說 國修 修國 我們都要反過來 修國 不要這樣 大家出來玩的 不要那麼嚴肅 我出來演戲的 你出來玩 這個台詞 我當時在旁邊笑得快死掉 因為 我就覺得 這個話就是那個人會講的 他都出來玩的 幹嘛這樣子 他都出來玩 這是最大的一個特色 當然就是 把 唐龍勝找來 野口秀這個角色 憂國憂民的 憂心忡忡的 要處理人事問題 要處理一些狗壁撈灶的事情 那這個盲上盲下的這個系統 腦子這樣繽紛八路的 一天有好多事要搞的 他 在生活中就是這麼一個人 對 他就是這樣的人 我覺得他演國修太適合了 太適合了 就是一個小老頭 他不能長得太富泰 他不能這樣吃得太好 很像香油鹹很多一樣的 香油鹹 他就必須要 他就是一個 憂國憂民憂心忡忡的樣子 那這齣 烏沙摩雷克我覺得真的是台灣之光 真的可以把一個情境喜劇 做成這麼的透徹 所以你所有能夠玩的梗 所有的道具布局 人物關係 你看完就說 有哪一個點還沒有用到的 然後造成這麼大的情境 沒有一個人在說笑話 但是把你笑到你求饒 甚至有人說 你們下一次一定要有救護車在旁邊 憂玲可不可以也講一下 就是乘客在說服你的過程 有哪一個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因為其實我從小就是吃國修老師跟吃辰哥吃很多 國修老師就是那時候台戲的 吃飯 因為比如說我們幾點台戲 講清楚了 五點多就會 他他都已婚人士 吃狗飯 所以就是被阿伯養大 然後到現在 你不要高興 真的很 我衝在你 比較傳吃辰哥的飯 真的很像師兄照顧師 那一張 然後所以辰哥那時候一講的時候 我其實就覺得 喔 你誠哥都要演了 那好像我不好意思多說什麼 這個老人家都要上台了 然後我抱歉是 誠哥說如果有可能的話 可能這可能會是風箱 反正因為我們年紀也大了 我已經接受到 如果ned 我會在香港 那邊 但是我喜歡 那麼早說 這次中的辨年 那一場 兩時 就是 那是 那是